大家早安到我們的氣象時間了 趕快來關心一下今天的天氣狀況 今天北台灣的觀眾朋友起床 打開窗戶或者是出門的話 有沒有感覺到外面真的是變涼了呢 甚至還開始再飄起一點雨了 因為今天東北季風又開始增強了 所以整個北台灣還有東半部地區 今天高溫都是下滑的 而且呢也是變成濕濕涼涼的一個天氣 那今天北部地區的高溫是上不去的 昨天還有到26 27度左右 但是今天只剩下22 21度了 那往南走的話呢 高溫都還是可以來到29 30度 尤其屏東高溫還是上看30度 那在低溫的部分 北部地區低溫今天大概是在17 18度左右 那中南部地區低溫呢 是可以來到22度的 但是要留意的就是日夜溫差還是蠻大的 所以早出晚歸的觀眾朋友 一定要多加一件外套 來透過電量降水預報圖 來關心一下今天的降雨範圍 這一波東北季風的水氣是比上一波來的 還要再多一些 所以整個北部地區 桃園以北還有宜蘭跟花蓮 甚至台東今天都是會下雨的 所以大家外出的話也要記得攜帶雨具 那尤其是山區的部分 還有基隆北海岸以及宜蘭 雨量呢會來的比較大一些 所以一定要特別的留意 那到了晚上的時候 可以看到雨區是有稍微的在擴散開來了 所以要提醒整個北部地區 還有東半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接下來這幾天都會是這樣子 濕濕涼涼的天氣 外出一定要記得攜帶雨具 我們透過一周走勢圖來關心一下 到底東北季風會影響到什麼時候呢 東北季風是從今天開始增強 會一路的影響到禮拜天 這個高壓才會遠離我們 所以東北季風增強之後呢 北台灣瞬間就是轉為濕濕涼涼的天氣了 那這一波水氣比較多 所以桃園以北還有東半部地區 都會有局部的短暫震雨 那中南部地區原則桑是沒有任何的影響的 溫度都還是很高 也都還是有機會見到陽光 但是要留意的就是日夜溫差是非常的大 那到了禮拜一的時候 東北季風就開始減弱了 所以氣溫就會明顯的回升 那麼當然降雨也會跟著減少了一些 但是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 可能雲層量還是會稍微比較偏多 那到了禮拜二的時候 東北季風又要再度的增強了 所以北部的氣溫又要再下滑了 好這段期間 溫度真的是一下高一下低 大家要特別留意千萬不要感冒了 該穿外套就要穿好 所以北部氣溫燒降之後呢 也會開始下起一些局部的短暫震雨 那當然中南部地區持續要留意的 就是日夜溫差的部分 好最後小叮嚀我們要提醒大家了 今天北台灣的高溫是明顯的下滑了 大家千萬不要小看這一波東北季風 那中南部地區日夜溫差很大 所以早出晚歸要記得多加一件外透 以上就是這節氣象資訊提供給您